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对中国一厢情愿的时代已经结束 在为了因应来自中国方面的挑战 众议议院是在1月10号表决成立 这一个跨党派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 在这个委员会24名的成员 13位共和党人 11位民主党人 在今天晚上第一次举行的特别委员会的会议 议员和证人都分别谈到了 在中国方面的各方面挑战 盗窃智慧财产权以及发展自身实力 大量投资解放军来准备对台湾侵略 主席盖拉格开场时说 战略竞争不是 其争也君子 是现代的生存之战 是对于自由和愿景的追求 国会虽然分裂 但是必须要在这个问题上团结起来 必须怀抱急迫感来采取行动 在当前国安顾问麦马斯特作证时 先后也有两名抗议者从听众席站起来 高举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和停止仇恨亚裔的标语 对委员会针对中国大陆表示不满 但是遭到就是请他们离场 而美国制造业联盟的主席保罗则说 美国容许言论自由 因此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 而中国没有这种空间 还会压制这种声音 而美国制造业联盟主席保罗 他也表示 在疫情导致供应链的断裂 美国的业界和公共政策 都需要重新的思考供应链的健全 在药物 关键矿物 微电子等领域缺漏补食 而美国需要激烈竞争 更需要保护美国劳工的新战略 好 接下来看到美国众院金融服务委员会 在礼拜二推进了一系列和中国大陆相关的制裁提案 其中还包括了指示美国官员支持台湾加入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表明在美国和中国关系紧张的情况下 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对中国的态度是越来越强硬 另外 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的一位重要助手 两年来担任国安国际经济事务高级主任的Harris 即将要离开白宫 华富也在决策层会减少一位对大陆持强硬立场的官员 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则表示 晶片法案扶植美国半导体制造 将会让美国国防部能够确保取得 获得补助工厂生产的尖端半导体 这也是确保美国业界能够供应军方 现代武器系统所需的先进晶片 在接受访问时 雷蒙多也指出规模530亿美元的晶片法案 这个礼拜开始实施 美国商务部官员将会听取国防部长奥斯顿 以及国防和情报单位方面的建议 另外 美国商务部官员也在昨天表示 商务部目前正在评估前政府一项政策 根据这项政策 部分低于5G级别的美国科技 还是可以取得许可将商品输入给黑名单当中的 中国电信设备大厂华为 负责监督出口管制政策的商务部官员 在国会听证会做了上述的表示 如果美国撤销出口华为的现有许可证 将会对美国晶片制造商带来重大影响 许多公司已经获得继续向华为出售 比较旧世代手机晶片和其他处理器的出口许可 晶片业者先前就说 对这类产品设限不利 美国晶片业会因此失去 供国内研发所需的资金收入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在昨天提出了警告 如果中国提供致命武器等援助 给俄罗斯来攻打乌克兰 美国将会严惩涉及的中国企业和个人 这可能让中国付出重大经济代价 在全世界面临严重的问题 这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 对中国最直接的警告 也是布林肯最明确及公开的警告 凸显的是美国和中国两大超级强国之间的摊牌的态势 现在是迅速的恶化了 好 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国商务部 在昨天说企业如果想从规模 520亿美元的美国半导体制造与研究扶植计划 争取得到它的补助资金 就必须要分享多余获利 而且还必须同意限制本身 在中国这类国家扩大半导体产能的能力 商务部在今年6月底就会开始受理 390亿美元半导体制造补助方案申请 而在昨天公布了就是申请的相关的一个计划 好的 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在美国的新闻之后 焦点要和我一同关心的是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报道 本次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在国际新闻第一个看到 欧盟一名官员在昨天说 欧洲议会决定基于安全理由 禁止员工手机下载中国短影音分享软体TikTok 这也是最近一个采取这种做法的欧洲机构 这项禁令对于能够登入欧洲议会电邮系统和其他网络的私人手机也适用 并且说这项决定 渴望即将就会公布 欧盟执委会和欧盟理事会上个礼拜 已经禁止员工手机下载TikTok 凸显欧洲方面对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拥有的TikTok 以及中国政府可能借知来搜集用户各资 谋取自身利益现在是日益忧心 在欧盟方面也看到 随着即将登场的月球任务次数来到了史上新高 也为了便于执行任务 欧洲太空总署正在考虑要赋予月球自己的时区 欧洲太空总署在这个礼拜说 全球各大太空机构都在思考在月球精确计时的最佳办法 欧洲太空总署的导航系统工程师说 这个共享在去年底荷兰一场会议上 浮上台面之后 与会者同意建立共同月球基准时间的一个迫切需求了 接着我们看到这是在赫尔辛基的报道 芬兰边境管理局在礼拜二表示 芬兰已经开始在与俄罗斯接壤的边界上 新建计划中长达200公里的围墙 芬兰担忧俄罗斯可能会利用移民拥入边境 而实行它的政治目的 在芬兰边境管理局说 这项在东南部边界过境点展开的试验计划 预计6月底前会竣工 在芬兰东南部新建另外70公里长的围墙 将会在2023年到2025年进行 接着看到伦敦的报道 在昨天公布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 在英国的民众面临生活成本危机之际 食品通货膨胀已经飙升到史上最高的水准是17.1%了 这是在2008年开始追踪超市物价以来的最大增幅 那么这一个报告是来自市场研究机构凯度Kantar 他追踪75000多种食品售价之后得出来的一个报告 那么他的研究还显示 继飙涨的能源开销之后 杂货价格也成为英国民众第二大财务压力的来源了 接着我们再看的这是一场火车箱状的车祸 在希腊这个地方呢 3月1号早上传出两列火车相撞 造成最少16人死亡 85个人受伤 这是一列往返雅典和北部城市的客运列车 与一列从这个城市叫做塞萨诺尼基开往拉里萨的货运列车 那么相撞了 多节车厢出轨最少有三节起火并且冒出浓烟 现在知道呢25人伤势严重 一共有60个人受伤 最少已经有16个人死亡了 至于相撞的原因呢 现在还不清楚 好接着看到墨西哥 墨西哥的总统罗培兹说 特斯拉将会在墨西哥北部新建一座新的组装厂 来化解外界对特斯拉可能取消这个建厂计划的疑虑 知情人士是透露这笔投资案的规模 最少会达10亿美金 罗培兹在昨天与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谈话之后 宣布了这项新的计划 他形容整家特斯拉会来到墨西哥盖一座非常大的电动车组装厂 也提到电池相关的潜在投资 仍叙事待发 但是呢 罗培兹并没有揭露这座工厂所生产的车型 好的朋友们 带给大家的 这是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介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呢 我们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后再带给大家将是两岸方面的重要报道 在我们中国方面的新闻 第一个看到跟TikTok相关 继美国和加拿大之后 现在欧洲议会也表示要禁止他的员工 在手机上下载TikTok的这一个APP 对此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在今天表示 欧洲方面应该停止泛化滥用国家安全概念 打压别国的企业 在欧盟一名官员在昨天说 欧洲议会决定基于安全理由 欧洲议会将会禁止员工手机中间下载 中国大陆智能手机短影音社交应用程式 就是TikTok 欧洲议会也是继欧盟之后 又一个禁止下载抖音的欧洲官方的机构 在现在呢 我们看到呢 就是多国 现在是美国日本加拿大 还包括了欧盟 现在又加上了 这一个是在欧洲议会方面的决定 那么现在对于TikTok呢 现在中国很多的这个国家 都下达了禁止使用的这个禁令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则对此提出了批评 表示美国仅如此惧怕 夜款青年人喜欢的应用软体 也未免太不自信了 毛宁表示中国方面是坚决反对 美国方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 无理地打压别国企业的错误做法 而美国政府应当要切实尊重市场经济 和公平竞争的原则 为各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经营 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的环境 不过呢 毛宁的说法也引来了在网民方面的挖苦 指出中国封杀了包括脸书 推特在内一系列外国社交软件 也让中国对美国的批评 显得有双重标准了 接着我们在下边看到呢 关于在疫情之后 在现在大陆驻多国的使馆近日都相继的公告 由3月1号起 也就是由今天起 允许到中国大陆直飞航班人员可以用抗原检测 也就是快筛来替代核酸检测 也就是PCR 根据相关的统计 目前已经有17个国家公告 采用新的规定都是属于那路在2月6号起试点恢复出境游的相关国家 接下来朋友们我们再来关心的是关于中共20届的二中全会 现在闭幕了 审议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学者则说 在这一方面 在中共方面加强集中党领导是可以预见的 面对国际情势 还有内部环境等等这些风险 党政一条边统一领导才能够提高效率 中共20届二中全会是在昨天闭幕 审议通过了相关的改革方案 而在先前媒体也披露机构改革方案可能涉及国安系统的调整 金融机构管理变革等等 整体是走向为强化党的权力 弱化国务院的角色了 二中全会才闭幕 现在则看到中国今年全国的两会会在4号起陆续登场 也正好适逢政府的幻解 两会中的全国人大会议 将会推选国家政府主席、政府总理、部委首长等等 而经济、人口、外交政策的走向 以及党政机构改革方案也会是观察的重点 今年是中国政府高层首长及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会的换届年 其中14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先在4号开幕 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则会是在5号开幕 即将卸任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会在开幕当天进行10年任内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 而这一次的全国政协会议也会选出政协政府主席以及常务委员等人 而换届年的全国两会人事变动一向都是受到外界瞩目的 不过由20届一中全会决定的政治局常委委员来看 几乎已经是大致底定 总书记习近平是笃定连任国家主席以及军委主席 李强将会就任国务院总理 并且将首度出席人大会议结束之后的总理记者会 而赵乐际王沪宁将会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及全国政协主席 丁薛祥将会兼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 接着我们再来看的是中国美国商会在今天发布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 显示超过四成的中国大陆发展的美国企业 对中国大陆的前景是持悲观的态度 仅仅大约45%将中国大陆列为它近期全球投资计划的三大投资重点 低于去年的60% 这也是过去25年 中国大陆首次不再被中国美国商会大多数的会员公司视为前三大市场 好的朋友们带给大家这是来自中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我是沪美杰 下边焦点将转到台湾方面台北新闻主播将接报为朋友们播报 请和我继续关心 德州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洋广主播张旭华在台湾的消息方面 国发会今天公布1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11分 比上个月减少1分 灯号续成代表景气低迷的蓝灯 分数更是创下2009年5月以来新低 9项构成项目中海关出口值由蓝灯转成黄蓝灯 分数增加1分 货币总技术M1B批发零售餐饮业营业额都由黄蓝灯转成蓝灯 分数各减少1分 其余6项灯号不变 国发会认为景气领先指标金回溯修正后呈现连续三个月上升 累计升幅达1.74% 同时指标则续成下跌 累计跌幅达14.82% 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吴明慧分析 领先指标虽然上升 但要说触底反弹还稍微早了一点 不过有些迹象可以看出底部浮现 包括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等都有好转 算是悲观情绪淡化 但不敢说太乐观 他说 来看看领先指标 他一共7项 其实有6项是 这一次是比上个月上扬的 包括外销订单动向指数 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 这些其实有6项都比上个月上扬 就是有一些迹象显示说 好像有一些慢慢 就是止跌的迹象有一点浮现 但是还是要再继续的观察 吴明慧也说 观察国际机构最新预测 也表现出没有像过去那么悲观 但并不表示阴霾已经散去 他认为未来通膨及升息压力续存 欧乌战争未歇 加上美中科技战持续 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仍高 另外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今天公布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CCI 为62.74点 月升2.74点 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分析 春节廉价民众消费力回升 加上1月失业率创22年新低 民众对经济的感受相对正向 使得2月CCI大幅回升 不过由于物价水准指数仅微幅上升 而且分数仍然偏语悲观 这代表多数民众 还是对未来物价上涨感到忧虑 吴大任表示 国际经济下行持续 国国出口已经连续5个月衰退 而且在国际景气持续低迷下 上半年出口可能都不会有好表现 这将连带影响出口产业营收 加剧无薪价甚至裁员情况 进而影响未来民众的消费信心 主机总处下修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 预测值至2.12% 陷入2%保卫战 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今天表示 除非全球经济成长不如预期 下行速度太快 进一步拖累台湾经济表现 否则以目前预测来看 台湾经济成长率可以保2 而且因为存货调整关系 基本上今年经济前半年会比较差 后半年会比较好 让金龙补充 主机总处2月发布的经济预测 预估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为2.12% 且这不包含特别预算 根据主机长朱泽民的说法 如果特别预算顺利通过 有助刺激消费 拉抬经济成长动能 粗估可以让今年经济成长率 接近2.5% 他说 我想是 我还是蛮赞同朱主机长的一个说法 所以说朱主机长 他的看法你认同 应该是 应该是我们6000 6000元 还有就是说 其他就3800亿的这个预算 这个额外的计算 对我们的经济成长 应该会有帮助的 至于央行副总裁陈南光 批评央行货币政策消极 恐怕让台湾陷入停滞性通膨陷阱 杨金龙解释 停滞性通膨意思是通膨持续上升 经济则下行 甚至负成长 但台湾去年经济持续成长 今年也是如此 综合经济成长与通膨表现来看 外界一般看法都不认为台湾会陷入停滞性通膨 他也认为应该不会 此外针对3月23号央行是否会再次升息 杨金龙指出 台湾升息并非跟着美国 而是要看台湾的通膨状况 他认为通膨有慢慢缓下来 但压力还是存在 是否升息还要考量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动向 大宗物资价格变化 地缘政治 极端气候等因素 将由全体理事决定 美国商务部公布规模520亿美元的 半导体制造与研究扶植计划补助规定 不过美方也设下多重弹书 其中获得超过1亿5000万美元 直接补助的企业 将被要求与美国政府分享 超出申请时预估的利润 而且要提交员工可负担 可使用的脱佑服务计划 对此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今天分析 美国对受补助业者设下层层限制 意味着业者将面临诸多关卡审核 恐怕拖延设厂投资时程 另一方面 台湾半导体业者赴美设厂 已经面临诸多挑战 如今美方又增设分润制度 对台厂而言 经济挑战是有增无减 他说 台厂到美国来投资的一个设厂 本来就已经面临比较高的额的一个成本 包括了劳动力的成本 在职业安全 健康的一些法规 许可证的一些成本 再加上目前美国呢 通货膨胀的一个部分 还实行的比较高一些 还有学习的一个成本 所以在美国经营的状况 本来就会比较艰困的 现在又加入了分论的一个制度 其实对于台厂在美国 整体的一个压力 是有上升的一个状况 刘佩真也提到 美国增设这些规定 确实可能使设厂发展脚步 受到延迟 而且在这段时间差内 美方也要慎防他国 用更积极的扶植政策 来吸引国际半导体业者 到他国投资 削弱美国晶片法案的效益 国防部日前预告 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 修正草案 除了引发管制 新闻言论自由的疑虑之外 其中提到学校青年动员 16岁学生造册等做法 也引发家长疑虑 总统府发言人林玉禅 今天澄清 强调全动法只适用 在实施动员时期的战时 平时并不适用 外界指称此项修法意图动员 学生参战 使学生制造武器等都不是事实 而且国防部级相关部会已经澄清 依法战时国军军工厂武器弹药生产 并非学校防护团的抚刑范围 部分媒体相关报道并非事实 林玉禅并说 针对该项修法 政府除了持续进行跨部会协调之外 也要凝聚共事做好社会沟通 修法没有时间表 期盼社会各界能够理性讨论 行政院代理发言人罗秉承 今天下午表示 全动法修法并没有时间表 现在仍在预告阶段 也就是国防部正在进行 向各界征询意见的法治作业中 尚未定案 也还没有报请行政院审查的程度 针对全动法中未满16岁的高中生 不论男女都要造策纳管 引发家长反弹 民进党立委赵天龄强调 战事本务一定是交给国军 青年学子造策 主要是让社会各阶层 在战时可以自我救护 为社会尽力 他说 战事本务 我们会交给志愿役的战斗部队 以及义无义的守备部队 我们所谓对16岁的青年学子进行造策 就是要社会各个阶层 在战创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自我救护 以及对社区的保护上面 尽一份心力 这样的做法 正是全民动员的精神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今天表示 国民党长期坚持强化国防 及对话交流 达到避战和平 他说 而即便是强化国防的部分 我们是要为了改革 目前的军事训练 这一点我们支持 对于改善我们后备军人的战力 这一点也是正确 但却不是 今天把未成年的学生们 也都准备要动员 来造策 不分难 都准备面对这样子一个战争 可能造成的危害 这对所有的家长们 对所有的子女们 是不能够接受的 朱立伦表示 对于影响言论自由 以及让家长与未成年子女恐慌的条文 国民党坚定反对 绝对不能让他通过 再提消息方面 2023中华职棒开幕战将于4月1号在台中洲际棒球场开打 由去年台湾大赛组合中信兄弟对决乐天桃源为全新赛季揭开序幕 联盟于今天正式公布中华职棒34年例行赛赛场宣告热血的棒球季正式回归 2023中职例行赛共安排300场赛事 每队出赛120场 包含60场主场赛事 球队间相互对战各30场 3月29号中职官办热身赛结束之后 一军开幕战紧接着在4月1号的下午5点05分 在台中洲际棒球场点燃战火 由中信兄弟迎战乐天桃源 中职表示 2023中职例行赛事共安排在全台10座棒球场举行 而下半季赛场将于7月14号开打 以上就是今天的台湾重点新闻 谢谢收听